來我們請教陳瑩 今天為什麼特別邀請陳瑩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發現陳雪生原來是有前科的 你的狀況呢 你等一下仔仔細細告訴我們 因為才發生在上個會期而已嘛 是 對不對 應該 前瞻預算的時候 前瞻預算的時候嘛 那我先想請教 當 范瑩雲在這裡 這是立法院的主席台 是 在這個主席台裡頭 他控訴他 用肚子頂了他三次的時候呢 那時候你人在哪裡 其實我在這裡 就其實就在陳雪生的旁邊 在范瑩的右後方 所以這個是你嗎 對 這個是我 這個就是你 對 我先我先緩原一下 其實 所以你從頭到尾都看到的 聽到了 對 其實早上七點大門一開 那范瑩 因為他算田徑好手 他衝第一個 所以他站到這個主席台最中間的位置 那當下其實很多委員是在守外面 所以其實這個以外 上面其實都是沒有人 非常空 那陳雪生委員 他也不在台上 那他在下面走來走去 後來看我們只有幾個女生在上面 他就說他要上來 然後他就開始就這樣子 那他就他就開始 他上來 他手 所以他手擺在哪裡 他在兩個 一個是在李德偉的背上 一個是陳怡婷背上 這是他的手 是 上來就這樣搭著 對 那我想如果他想要站到中間的話 他大可以就是他們很 應該可以很輕易就排除范委員 那但是他沒有 他就是刻意用肚子一直在頂 那這邊是林楚英委員 就是楚英 對 他回頭去提醒陳雪生說 你不要再用肚子頂 你這樣子是性騷擾了 所以後來范雲 范委員 他就也就是告訴他 他這樣子很不舒服 已經構成性騷擾 已經跟他抗議了 但是他卻一而再 再而三的不斷地用肚子 一直在頂 所以這個是明顯非常刻意的行為 那所以再加上在他原先 並沒有在台上是後來 後來才站上來 而且整個台上是非常空曠的狀態 所以我們一致認為他刻意的這個情形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在我想其實我今天是用一個證人 跟受害者的身份來到這 又是證人 對 又是一個受害者 對 那我覺得其實很多女性在受到騷擾 或者不當對待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那個當下的第一時間 很多的受害者會不敢 或者是當下沒有反應過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情形 但是我想大家會擔心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拋出這個議題 我會被收到別人的檢討 很顯然這個就是未來性騷擾 可以當作這個教科書的一個最好的範本 的確 當范委員提出這個議題之後呢 那他受到什麼樣的對待 大家又再一次用言語給他再蹂躏一次嘛 那包括連國民黨女性的委員 也沒有幫忙說話啊 那我只是想反問說陳雪森委員 如果今天是你的女兒 你的老婆在公開場合被人家這樣子頂 你會作何反應 你會不會罵那些人禽獸對不對 好 所以我想要講一下 我說我是受害者是因為 我想還原在上一屆我們的這個前瞻 前瞻預算在審查的時候 大家打成一團 那因為國民黨潑了麵粉潑了水 就非常嚴重 所以當時也潑麵粉也潑水 那其實 這是現在你所提供的連續的14張的照片 這個就是你對不對 是 這個就是你 是 OK好 來我們看一下 其實 OK 他這個頂住這不是胸部嗎 是啊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喜凶 不然叫什麼呢 那我坦白說 在那個當下 我也很猶豫 我要不要去講這個事情 因為我覺得被打成這樣也不好看 而且又在那麼敏感的部位 那所以在那個當下 我想我第一個反應 其實也會跟很多的女性是一樣的 那我忍到今天 好不容易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我應該 看不到概念的狀況 對 我覺得 其實我是看到陳雪森委員 他的反應 實在讓人家忍無可忍 真的是太瞠目結舌了 然後整個黨都沒有人出來制止 然後來說一句公道話 那其實在那 你可以還原當時的狀況嗎 當他 你已經胸部被侵犯了 你沒有跟他抗議跟反應嗎 我抗議了好久 但是他他甚至還還去跟我的 跟我父親倒 對 跟你父親倒 倒什麼 導致說我有打他 但是我想這個畫面會說話 那我想再說明一下 其實當天 其實當天很多人 倒不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擠來擠去 那因為因為他站在比較遠的地方潑水 所以所以我要制止他潑水 那你要制止他 對 但是但是你被我根本推不動 但是被被撲到的時候 當然大家都會很生氣 那其實旁邊並沒有太多的委員 那等於是說他這樣對我 其實他等於是他在跟我電骨機 所以這個是一個連續動作 對那其實他的力氣很大 他他個子又很大 他快要將近190公分 大概100多公斤 對 那這個時候快要看不到我了 快看不到你了 被他打了 我已經飛走了 謝謝